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妇幼级救助科 今年特别以海科馆方舟一号 年轻女船长简鲁婷 担任基隆市台湾女孩日影片的主角 没有忘记喜爱大海的她 选择从事动力小艇船长职业 克服职场挑战勇敢追梦 简鲁婷的家人也一同出席影片发表会 为她加油打气 最大的动力我觉得是我的心 因为我知道我的心还是热爱大海 我不能欺骗我的心 所以后来我原本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 就是船产的配电源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我应该给我自己一个机会 因为我还年轻 我可以再离开 再回到我的海洋 再给我自己试试看一次 所以我选择了再应征一次我的梦想 就是现在的朝静方舟一号船长 但我觉得身为女孩 我觉得你应该要去勇敢的去竹梦 走出自己想走的路 然后也要不放弃 对 也要有一颗坚毅的心 可以去创造出自己的价值 这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主办单位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特别发表基隆市台湾女孩日影片 就是希望呼吁社会 共同提升女孩权益 翻转职场性别刻板印象 我们基隆市政府为了翻转我们性别的一个刻板印象 我们从109年就开始推动 我们的这些拟力的一个发展 所以说我们109年开始 我们就都有拍这个宣传短片 我是女生我是船长的影片将在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基隆市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粉丝专业发布 欢迎民众上网观看影片按赞留言加分享 就有机会抽中财团法人 环宇国际文化教育基金会赞助最大奖项 平板电脑一台 以及基隆市政府准备的环保细胶密封袋 环保保温袋和造型USB等奖品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